给神护士他 问他要一个房间 他就给你讲了八号房间 八号房间的时候 门关起来 一年开一次 只准他一个人进去 别人不可以进去 就是从地狱出来的一些鬼的时候 住在那个地方休息 这些人也护士道长 虽然心地真诚 为佛法 为众生 这些鬼神 他看得清楚 他帮助你 你不是真正修行 在山上住的时候 他作弄你 你根本在那个山上不能住 你们将来有机会 到山上住住 考验考验 看你们是真的是假的 你们能不能得到这些鬼神帮助 还是鬼神呢 戏弄你们 你看他讲的 许多法师到那个山上想去住 住不了两三天 自己就下山 这个事情说明 六道轮回是真的 天地归神 装作人 做弄人 这个事情也是真的 我们自己要知道警惕 要知道法愤向上 道家所需求的是希望做神仙 末后是神仙可济 那么我们修佛的 智不在神仙 也不在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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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